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应该坦然接受 在接受之后就会面临两个解决路径 第一条路是最常规的 那就是在全军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提升齐国军人的自尊心 但孙并要走第二条路 原话是 善战者因其事而力导致 给我们贡献出因是力导这个成语 因是力导在这里的意思是 根据已知条件 顺应事物自然发展的趋势 巧妙地给出诱惑 让敌人主动进入我们设计的圈套 势和力都值得仔细解释一下 势是趋势 比如水往低处流 这就是水的运动趋势 顺水推舟就能势半功倍 逆水行舟就费力不讨好了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势 只是有的呢 一目了然 比如水往低处流 有的难以察觉 比如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对于指挥官来说 要做的就是洞悉各种核心要素的事 然后去做顺水推舟的事 那么在顺水的情况下 该怎么推舟呢 不用找一群人拼命的滑奖 只需要一个人轻轻拔好舵就可以了 水流自然就会把船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道理很好解释 最基础的物理学知识会告诉我们 这叫重力势能 势能是我们很熟悉的概念 而它的英文的表达呢 特别值得留意 叫做potential energy 如果我们不在物理书的上下文里 而是在日常语境里看到这个短语 很自然就会把它翻译成潜能 物体所蕴含的势能和人所蕴含的潜能 本质上还真的是一回事 潜能要想释放出来 关键在于突破阻碍 人为什么天然就有潜能呢 因为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 正所谓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亡 利是主观的 个人有个人的偏好 摸清一个人的偏好 就容易对他因事利道 即便是孔子 只要告诉他哪里有机会 可以让他复兴周理 那么一点都用不着敦促他 他主动就会扑过去 战天斗地的 趋利避害的天性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 当原动力被压制阻碍的时候 也就形成了人的势能 只要清除了阻碍 长好了舵 人在势能的作用下 自然就会顺流而下一切千里 在趋利避害方面 最极致的行为就是战争 所以势和利都是战争的关键 战国晚期 荀子在赵孝城王面前和林武军辩论军事问题 林武军站在兵法角度谈兵法 荀子站在儒家立场谈兵法 荀子认为 兵法的要领在于搞团结 赢得民众的真心拥戴 林武军很不以为然 反驳说 兵之所贵者势力也 所行者便诈也 这是原话 把势力提到了价值观的高度 而阴谋诡计仅仅位于方法论的层面 指挥官要做的就是借助阴谋诡计实现势力目标 林武军接着说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指挥起军队来 神鬼莫测 孙子和吴起就是这么打仗的 天下无敌 至于民众归不归父 那就都无所谓了 林武军讲到的孙子 指的很可能不是孙武 而是孙并 因为林武军的这套兵法见解 既有孙并的作战风格 用到的也是孙并曾经用到的措辞 势力后来变成了贬义词 经常和小人配对 合称势力小人 而在战国年间的兵法当中 战术大师们并不讳言势力 毕竟打仗就是争利 再怎么正义的战争 在战术层面上 也只是一个如何争利的问题 孙子兵法有一篇军争 两军相争 争的是什么呢 古代著世家的主流解释就是争利 孙并应该学过孙子兵法 在给田济分析过 殷势力道之后 下一步的说明 就是来自孙子兵法军争的名言 原话是 百里而驱利者绝上将 五十里而驱利者军办制 孙兵的引述和今天我们看到的 孙子兵法在文字上略微有点出入 但含义完全没变 军队上了战场 既然要和对手争利 往往要拼速度 这不难理解 抢占制高点 就是很常见的例子 你应该马上就能想到 孙子兵法那个 特别深入人心的命体 兵贵神速 但是凡事啊 总有两面性 速度快 难免也有快的弊端 军争一篇详细梳理了 行军速度太快 带来的各种弊端 简单归纳一下 弊端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后勤跟不上 二呢 是体能吃不消 要想跑得快 就得扔掉自重 脱掉铠甲 背在身上 轻装前进 但如果行军路线比较长 那么体能稍差的人呢 全会掉队 更要命的是 体能出色 及时赶到目的地的人 虽然赶到了 但也累得毫无战斗力了 这时候如果遇到敌人 肯定毫无还手之力 注定全军覆没 考虑到不同的行军距离 孙子兵法是这样说的 如果昼夜不停的集行军 奔赴百里之外去争利 那就会有十分之九的士兵掉队 赶到制定地点的士兵 和敌人一接战就会溃败 如果集行军五十里 那就只能有半数士兵能够赶到 还是会打败仗 如果只有三十里 那么三分之二的士兵就能赶到了 至于仗 能不能打赢 孙武没说 注视家们几乎一致认为 这种打法是有赢面的 孙子兵法在一番分析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一连串的经典名言 故兵以炸力 以力动 以分合为变者也 故其吉如风 其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到底应该怎样以炸力 以力动呢 孙子兵法罗列出 致气 致心 致力 致变等等策略 我们的重点在于 致力 原则上就是把对手的力气变小 把自己的力气变大 以力大 欺负力小 具体的做法有三大要点 孙子兵法的原话是 以静待远 以易待劳 以宝待机 所谓以静待远 比如我军原地驻扎 等着敌军奔波几百里 到我们跟前 这一来 我军的力气不衰 敌军呢 却已经累坏了 所谓以易待劳 已经成为今天很常用的成语了 说的是我军养精蓄锐 等着去打筋疲力尽的敌人 所谓以宝待机 我军啊 吃饱喝足 等敌军远途赶过来 还没吃饭 他们就算人多战斗力呢 也会大打折扣了 孙病的谋划 要的就是以静待远 以易待劳 以宝待机 制造出强弱悬殊的形势 怎么才能让敌人 又远又牢又击呢 那就要调动他们 多跑路 急行军 达到百里而驱立者绝上将 五十里而驱立者 军办制的效果 在孙病对孙子兵法的引述里 没提三十里什么事 关注点 仅在于百里和五十里 兵以诈力 孙病就是想引诱 卫国军队急行军 然后自己这边 集中优势兵力 来打歼灭战 怎样实施引诱呢 这就要因事力道了 以这条件是 对方确实比我们能打 还因此看不起我们 那好 我们索性 顺着对方的心态 故意示弱 让对方产生 急功近利的紧迫感 让他们看到 再不抓紧时间赶上我们的话 我们这些文风丧胆的胆小鬼 就都跑散了 他们会眼睁睁失去一个轻松力打工的机会 我们给历史复盘 一步步从兵法原理 就要落实到具体方案了 孙病这边到底会怎么示弱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